会友传中国武术文化 武林峰起 杨真华民族精神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抱权理 他的意思是五胡四海 结朋友 不当老大 不动手 全由新出 只割为武 和平万岁 在这里呢 我首先要感谢广大观众 对武林峰的支持 是因为你们的支持 才有了中国国际的今天 是因为你们13年的 武林不弃 才有了武林峰 一个又一个的收拾奇迹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脖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借助微信 358163379 一往期 武林峰十几年的发展 实现了由五到一 再由一到五的改变 同时 武林峰五个第一的创新与实现 更推动着 中国竞技武术的 国际化发展 武林峰是中国竞技武术的引领者和自由搏击的先驱者 武林峰第一个建立了扣分制和世界搏击的发展接轨 武林峰第一个培养了俱乐部 并使这些俱乐部的运动员成为现在国际背台上的中建力量 武林峰第一个走出了国门 把中国功夫的种子撒向了武达州 武林峰第一个建立了WLF世界自由国际委事会 把赛事规范化系统化 武林峰第一个建立了梯队建设 给了更多的年轻运动员上升通道和锻炼平台 看今朝 中国竞技武术高速发展 搏击类赛事如雨后冲损 这得益于武林峰十几年来的默默耕耘 现在的武林峰从赛事规模 比赛场次 经济水平以及全球影响力量来说 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 展现中国力量 护养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更是武林峰的责任而已